再跟各位聊两句 太扯了这事 我们现在新有一个消息 这两天刚出来的 就是北京地铁全面换中站牌 然后去英文化就越来越多了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点 比如说什么 我看他们说是国家图书馆 已经不用英文表示了 对吧 他现在用的是国家图书馆 这个纯汉语拼音表示 我看一张照片是魏公村站 他就底下就是魏公村站 汉语拼音就表示了 据说还有包括方卫辞 也都开始用英文表示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妈这是封闭了吧 你方卫辞你也用英文表示 用汉语拼音表示 你给谁看呢 不过这两年也确实 我们必须要理解一件事 这两年 基本上我们就是处于一个封国的状态 老外来的也少 对吧 老外来的少 给他们服务也就用不着 如果你原来都在这 你应该能看懂 如果你现在不 你原来不在这 想过来以后来过来 那你看不懂都看不懂了 对吧 大家也不太在乎 有一个兄弟 就是叫南瓜在普吉 原来我记得应该是虾米网的创始人 就说了 说你要改 你也别这么改 老外念这东西 他念出一人特怪 你干脆你还得改成 就是魏玛拼音 比如说我们不能叫北京 北京 北京这个汉语拼音 实际老外念出来是很怪的 你直接叫Picky 你用这个东西 就比较好一点 但是你这种 这个其实还是一种 还是一种另类的叫法 它不会让你有这种方便性 它只是考虑自己 怎么去英文化 去英文化这件事情 这些年一直在搞 从英语教育 一直到各种站牌 都在搞 说往深了说 这肯定来讲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让你少掉了 对外的了解的一个工具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你要知道 就是我们在中文报道这一块 就是卡的特别眼 而且尤其我们现在大陆这一边 基本是一个局域网的存在 对吧 它可以用更先进的方式 更智能的这种方式 然后过滤你的信息 我跟他一直在说 我说人类最大的不平等 实际上是信息获取的不平等 你如果这种东西 它把这信息掌控了以后 那它让你知道什么 你才能知道什么 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人类最大不平等 它会让你整体的社会 它的能力下降 对吧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研究就表示 就是说信息自由传播的社会 在现在 信息自由传播的社会 它没有发生过饥荒 您理解这事吗 就是说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的饥荒 但是如果说信息不能自由流通的时候 那实际上就才能会发生饥荒 在现代社会 比如说我们在那几年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实际是三家人祸的期间 信息实际上不是说我们没有粮食 您知道吧 是信息无法自由流动 从根本上讲 它是一个信息被管控 不能自由流动 由上亿而组成的一个人祸 它也所以造成了非常大的饥荒 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信息最重要的载体 载体之一就是文字 语言文字 对吧 那如果你要是说 你把英文教育从我们当中给拿掉 或者从根上就给它给铲除掉 除了少数的精英阶层以外 你没有多少人真的能掌握对于另外一种语言 尤其是这个语言 发表了几乎所有的 所有领域当中的最高水准的论文的时候 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新闻 它发表了更多的新闻 实际上来讲 你本身你就可以更多的掌控住社会 因为你没有渠道 首先你翻墙的人毕竟还是少数 对吧 其实看我节目的人 我其实知道 我后台有分析 很多的人其实并不是翻墙出来的 你在各地各国居住的人 海外好像更多一些 你在这个情况下 你本身就有这种物理性的阻碍 你获取信息就不差 对吧 然后你还有一个语言的阻碍 虽然现在翻译软件很流行 但是你实际上 因为我在其他国家生活经验 如果你要是说不能够直接用语言交流 或者直接直观的去看懂他的语言的话 实际上对你个人在信息获取上 也是有一个障碍的 这个障碍其实还是蛮大的 何况于如果你没有受过这种教育 对吧 你就肯定会出问题 所以它今天到今天为止 从08年的北京欢迎你 到今年的冬奥会 它变成了北京不欢迎你 把这些东西给你改了 当然今年北京冬奥会是全闭环管理 对吧 它也没有什么可以说 让你出来瞎溜的地步 这个倒也无所谓 可是它真的是表达了一种 这些年我们从一个开放的社会 就是至少它有这种开放的倾向的社会 回到了一个保守的 更闭关自首的一个社会 这个东西有疫情的因素在其中 对吧 就是发现说疫情不但带来了说经济上的损失 但是它还带来了这种政治上的好处 因为你在政治与社会管控方面的好处 经济虽然损失也有一定的损失 可是对比其他国家来讲 我们还号称自己一枝独秀 虽然是今年会 今年差了很多 它去年还是一枝独秀的 有增长有怎么样 因为我们还能够生产 我们用强力的方式把这东西给摁死在这了 我们的生产效率还是当时至少在那个时候 它还是很高的 比其他国家要高得多 今年会差一些 但是也会好 因为别的国家现在也开始渐渐缓回来了 对吧 可是这种情况到政治上的这种好处是在哪呢 就是它获取了一定的支持度 这个更多的支持度 这种支持度就是说以中外对比来做事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一直在所谓术源或者这些东西 就是你无法说服国外的这些人 你只能挑动国内的这种民粹的情绪 然后获取更大的凝聚力 对吧 包括你的这种各种各样的 防疫措施 如果你不挑动民粹的情绪 不把这个东西给它让他们觉得 我们是一枝独秀 或者怎么样 从根子上改变他的想法的话 你这种强力的防疫 你其实是做不下去的 所以这是政治上 还有一个从技术方面讲的 就是说这一段事 这两年的疫情 正好又给了国党一个非常好的管控社会的手段 就是各种各样的码 你原本你直接让人们去装一个什么软件 对吧 那监控你的所有的行为 实际上来讲 它你很难推行 你也没有一个合适道理去推行 对吧 我就是说你给我弄一 我已经有一居民码 这居民码你变成黄的变成绿的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会如何如何受限 那这种情况在平时的社会里 你是无法进行推广的 因为你道理上说不通 你为什么会做这种事 但是你有这疫情的时候 你就会做这种事情 那发现这个好使 它在这个社会管控领域 它就前进了一大步 它把这个政治方面 以及社会管控领域方面一结合 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对这社会的掌控能力增强了 比原本要增强了很多 那我能干什么 我可以让自己 可以缩进小楼城一桶 管他春夏雨秋冬 对吧 我就可以跟你说 我接着忽悠你们这个民粹化 然后接着忽悠 通过这种忽悠民粹化的这种手段 让你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再度下降 这个就是它的原因 从根上就改变 对吧 我把它所有的这些 这个叫什么英文 给你全在你生活当中让你出现 让你不出现 你不出现就没有用 你就会觉得这有什么意思 对吧 我也看着 虽然前面这些字母 26英文字母构成的汉语拼音 我不可能再翻回头去 去再学中式拼音 对吧 那这个不行 这个也可以 但是我可以让你 不把它当作英文看 也就是这样了 我就可以让你 所有的都是在这个 用汉语拼音的模式来去英文化 而且呢 前在很 在前几年 他做过一个这个尝试 后来觉得这事太傻逼 就没有完全的能推下去 我不知道现在还推不推啊 就是 比如说 不许用英文缩写 这NBA嘛 对吧 然后呢 就是他翻译出来叫美国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叫 我都忘了 他一说NBA 我有时候我的脑子都转不过来 那个到底叫美国什么篮球联赛什么的 这个玩意我都忘了 那就是常 播音员不许说这种 这种叫什么 英文缩写 那这个东西 他做过一个尝试 但是呢 其实不太成功 因为很多你介绍国外的时候 你不用这个东西 约定俗成用这个东西 它会节省很多交流成本 对吧 那但是现在呢 那就无所谓了 你在整体的这种去英文化大环境下 那你肯定就需要是如此 所以说你今天能够把这个东西 真的把这个英文呢 从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删除掉啊 其实对于好多的那些 就是我原来也说嘛 就是对于很多人 他一辈子都不觉得这种有什么用 对吧 那这种东西呢 它会加剧一个什么 社会的分化 这种社会分化呢 是在于家长 您比如说吧 就是说如果您的孩子 您没有跟着他的指挥棒走 你还是让他受了一个 很好的英文教育 对吧 那将来它就有可能产生一个阶级阶层跃升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通 就比如说你做 我们理工科的吧 那我们可以就能够更顺利的阅读 这个英文的资料 以及英文的论文 那这样的话呢 而且你写作出来的话 你用英文去发表 你也可能更多的获取声誉啊 或者是获取金钱 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当年在 刚刚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啊 就是你用能懂英文的人 就他就他就会获利会更多一些 对吧 这个我们都 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人都知道 你像我母亲 我母亲和我父亲 他们是那一位大学生 他是学俄文的 但是我母亲当时 就我在刚读小学的时候 刚读小学的时候 就让那个就教我英文 他自己在学了自己英文 然后呢 那个教我英文 他说将来一定是英文的天下 你要去学会英文 对吧 但那个我们那个时代啊 是上初中才学英文的 但是我学英文就早 我学英语早 我大概在小学 一二年级就开始学了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在那个年代 我们能够有这种机会 就他比别人的起点 其实你觉得高 没高多少 但是呢 他就会高那么一点点 那将来很有可能 还会有这种 这种样式的社会出现 你去学 你获取这个 你获取这个资讯的机会就更多 当然你家里回翻墙也好 还是会读书也好 这个都是一些固定的因素 然后你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能够跟别人不一样 那他会拉开阶层之间的 阶层之间的这种差距 但是这个 可是很多人并不在意这件事情 对吧 但你想啊 这么多人不用吧 那到今天为止 我在墙内那会儿 还能发言的时候 我说要多学英文 多受这个教育 还有一些人跟我说 说我一般都用不着 你对你确实 你可能一般都用不着 你像北京这样 国际化大都市 他都能够把所有的战名 弄成汉语拼音 说实话 您何苦学汉字呢 就照您这思想水平 您直接学完拼音 就完了 你还可以看那拼音 就能知道自己到哪了 对吧 至于说你到底 到底是到八宝山 这种人到不了八宝山 你到底是到八宝山 还是到建国门 这你随便了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些今天到今天为止 我看着这个 看着这个社会 从08年的北京 欢迎你到旧书 这首歌词作者 是词作者 那个港独 港独的这个坏分子 这种 这种 蛀虫 然后到今天 整个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甚至连方位 方位词 它都要变成汉语拼音 那就是说 北京已经开始不欢迎你了 这个说实话 也是在中国并不欢迎你了 越发的快了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圣上的 我们当今圣上 这个大概而言 他英文其实应该挺不好的 应该是这样 除了他对 除了他对什么 国外的这种恨意 以及想成为千古一帝 这种心态之外 我觉得他对于英文 自己英文不好 大概应该一直耿耿于怀 因为我看他跟国外的元首们在那交谈的时候 我们圣上就是一脸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因为牙听不懂 好 谢谢诸位